小青 你要看嗎 陪著女兒玩玩具 小寶貝真是越看越可愛 但這位全局媽媽 卻不打算再生一個 即便行政院最新拍板 祭出三大生育力多 卻似乎沒補助在家長 最需要的刀口上 幼稚園費用很高 然後國中高中大學 那之後的費用 政府不一定都會全額補助 所以你前面就像給的再多 給多給少都一樣 所以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差別 不敢生是因為怕養不起 現代人乾脆不婚不生 養毛小孩作伴 看到15歲以下小朋友 和全台犬貓數量 在2011年還有160萬的差距 四年後慢慢接近 2019年貓狗數量衝到273萬隻 小孩只剩296萬人 去年底養貓狗正式超越 養小孩數量出現首次交叉點 需要我們多生 真的小朋友是一輩子啊 又不是說小時候而已啊 補助什麼到五歲多什麼的 但是我算2500有點少耶 我覺得能不能高一點啊 家長們抱怨的都是後續 養小孩的補助太少 但正院現在拍板的三大利多 是升的階段 包括育兒留職停薪 六成提高到可領八成新 免費產檢多送四次 產檢價增加兩天 還首度擴大不運證補助 每胎上限6到10萬塊 全民都可以申請最快7月1號上路 結婚的大部分都會生個一胎 那可是現在是不結婚的人比較多 會品質的提升 不是現在大量的說要去走公共化 可是準公共化品質上 事實上是沒有更好的話 那家長事實上也望之膽怯 回到根本結婚率降低 加上養兒壓力依然沉重 生育率自然越來越低 如何催婚和補助家長 把小孩養大 可能比短暫的生產照顧 更有催生力道 黃宇新聞李問玉 黃韻竹台北報導